然后呢 再来就是让使用者输入 所以会有一个电脑产生的词 另外呢 使用者会输入一个词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让他去做那个比对 可是比对的话 如果说你让他无穷 可以不断的去尝试的话 你可以写个这个无穷回圈 File 1冒号就可以了 那他的话就会自动帮我 不断让他try 不过话有意义 其实就是try 这个地方呢就是让他不断的try 直到他是正确 所以里面会放个逻辑 那这种程式其实蛮多类似的用法 都会有类似的做法 那另外的话也会有一个那个剪刀石头布部分 那剪刀石头布的话呢 我这边是会有一个串列 因为假如你要做一个剪刀石头布的一个程式的话 那你要让他剪刀石头布 可能也是一样 第一个也要乱数 乱数部分的话呢 我们剪刀石头布如果是012 然后他位置可能会跟我们那个 让使用者输入的123会相差1 所以我这边的话直接把那个 这个剪刀石头布 直接就是前面塞一个那个 那个空置串在0的位置 反正直接剪刀石头布 就是123让他做比对 所以其实这里面两题都类似 那只是说呢那个猜数游戏里面 会多一个串列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 前面串列部分的话 今天讲到串列部分 其实前面也有用到 包含就是像那个Math CAI部分 所以这个前面有部分是有用到类似的 只是说呢 前面的部分呢主要是预先写入 所以假设说我今天 像那个Math CAI这个 我这边呢是直接已经预先 把那个资料给写到那个阵列里面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串 这一题的话呢主要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让使用者输入成绩 那成绩的话呢 假如类似像这样 我让他输入总共会有四个成绩 不一定四个成绩啦 假如你一直输入之后的话 最后一个成绩输入负一的话 那表示那个输入成绩结束 所以这里的话呢当然 假如说我希望能够撰写出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呢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们一样可以起一个 那个无穷回圈 画有一一帽 然后呢直到 它是负一 输入负一 input负一的时候 那我就跳离回圈 可是这里的话 我可能会需要几个数字 第一个 就是它到底输入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 你要怎么取得它的数量 那一般不就是 增加一个变数 然后让它加一加一 把那个数字记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总成绩 总成绩的话就是把这几个成绩 怎么样全部加在一起 其实有点像以色 把它上 另外的话平均成绩 而且平均成绩呢 其实就相加除以四啦 或者是说如果拍厂里面有 那样类似以色 那个average函数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平均之后啦 那最后的话记得 把它假设输出 要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拍神 跟以色的VBA最大不一样 以色的VBA里面 以前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直接它输入之后 我干脆直接就 直接就把它存到 那个以色里面的储存格里面 反正它输入一个 我就储存一个 以后去算那个储存格的数量 其实就比较简单 但是呢 在拍神里面 它没有像以色里面 这种储存格的概念 所以变成说 到底你这个资料要放哪里 因为你必须有个地方存放 那当然一般的做法 不就是存在档案里面 不过档案其实有点麻烦 相对的啦 或者是说你可以放在资料 资料库当然也就更麻烦的 所以呢 倒不如放在一个 所谓的串列里面 所以待会呢 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利用 那个串列的相关功能 那你会发现 串列 它除了说呢 可以 这个暂时存放 多比记录之外 多比资料之外 你也可以利用它 把它做 像这边 我们如果要新增它的话 像这边的话 有几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 可以直接塞资料进去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知道说里面塞了几个资料 你可以用LEN 或者是最大只最小只 那其中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算它总共有几个 也可以用那个List.com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再增加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Append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我们要增加成绩的话 或许你可以用那个Append的方式 先新建一个空的List.com 然后再来的话呢 把它一个一个的塞资料进去 OK 其他当然还有相关的底下 比较少用 不过也或许你将来用到 像比如说你要移除哪一个 或者要翻转那个串列的话 那这边有相关的方法 请各位先看一下 然后稍微试试看 那最后如果说成绩要排序的话 它这边也有一个类似 Israel里面是有排序功能 不过如果你要针对这个串列 做排序的话 有那个Sort的方法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输入成绩想一下 当然呢 如果你不用那个List的话 其实变成说你要增加变数 假设你不用List 这非常麻烦的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些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Append的方法 那当然其他的话呢 还可以 那个Extend 你可以把资料放在最后面 另外的话 Insert也可以用插入啦 不过比较常用是用Append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啊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输入一个成绩 可能不止一笔 那当然第一个呢 我可能会先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啊 先在那个宣告的时候呢 我先宣告一个空的一个那个 一个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啊 我们一般习惯就直接给他一个空的一个刮户 表示说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那Score里面它是一个串列 可是目前没有放任何东西 那我要什么时候呢 丢资料呢 就是当使用者输入之后 那我就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Score里面有个Append的方法 再把它输入的成绩 藉由那个Append 帮我把这个成绩丢到这个Score里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啊 大概会这样啦 就是会开一个空的一个串列 那那以后的话呢 用Append把资料丢进去 那这个方式的话蛮重要 因为以后我蛮多 比如从网路上捞了资料 你不可能说 这个你要很多笔资料那怎么办 那你可能就是先把它存起来 所以存的话呢 你不可能直接存到档案 也不可能直接存资料库 通常的话会先放串列 那放串列之后的话 等到你确定这个资料OK之后 你再把它储存到档案或资料库里面 所以这种做法 我印象中呢 这个用到的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可能要熟悉啦 而且要知道放在哪个位置 那在接下来的话 我先把那个可能做完的那个结果 先演示一些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就输入成绩嘛 因为现在期中考试 假设改成绩 我就输入一个成绩 第一个 然后Enter 第二个 第三个人成绩 第四个人成绩 假设我已经输入了四个 四个成绩 刚好四个人 最后一个呢 我就让它停止输入了 所以我假设我输入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判断条件 如果输入-1的话 那表示说我已经输入成功了 那输入成功之后呢 请你显示三个东西给我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它到底我到底输入几个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用append append 他就会第一个输入一笔 那就他里面都会告诉你 如果你用那个算他这个list的长度 他会告诉你一个 那如果再输入一个 他说两个三个四个 其实或者你也可以用count count里面也可以算说 里面到底有几个的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汇穿你要的值 所以他方法蛮多的 那这边我用LEN 那Enter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把 第一个是里面输入几个 第二个的话总分 那总分的话我必须把它加总 加总的话呢 那怎么把这些资料给加总起来 他是在这个串列里面没有错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 把它里面一个一个把它加总起来 OK 那这个可能要思考一下 其实加总的话不快跑个回圈吧 那回圈里面的话 你就给那个list里面塞 0就抓第一个值 1就抓第二个值 一只类推 那就把它跑回圈全部跑过 并且把这些全部加总起来 然后再输出 这边我用的是这个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在那个就是 Python里面刚好有个函数 叫做sum 这个sum的话呢 用法跟easeo那个一样 意思是说把这边全部加在一起 可是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多一个负1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已经里面全部加总 但是会减1 那你可能最后要把那个负1 可能要把它加回来 因为sum没办法剔除说 我今天哪个不加 它是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用sum 那最后把它加个1 好像似乎这样也可以 那再来的话算平均 那平均的话呢 那个 Python里面好像就没有对应 像那个easeo里面那个average函数 所以就只好怎么样 自己来 那没关系 你就把总共你要去算的 那因为我们这总共输入4个 所以你除以4就可以了 那这个4个值 你也可以从那个长 就是那个串列长度里面取得 所以我们按Enter 好啊 这边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看到就这样这样 总共4个学生 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OK 那这个做法 当然如果你用VBA来做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VBA 就是这一点比较方便 就是说 它不需要用那个 类似串列 反正它就直接丢到easeo里面 再去做处理 但是在Python里面没有 那只好呢 我们第一个就需要什么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程式里面的话呢 我大概增加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如果说我今天要储存这些 总共这些成绩 另外还包含这个复义哦 我今天呢 如果要把这些都存起来的话 那我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目前看到Python里面最简单的 应该就是用串列 用list 那list的呢 它的结构一定是中刮壶 OK 另外有一个是那个triple triple的话呢 它可以用小刮壶 不过特别主要 如果你用小刮壶的话 它跟list几乎一模一样 使用的话一模一样 只是差别是 小刮壶是维读的 维读意思说它不能写资料 它只能读取 不能写录 所以啊 这边特别主要 你不能用那个triple 你只能用什么 用那个 这个list list的话呢 那就是中刮壶 第一个 那也就是我建了一个空的一个list 里面呢 没有放任何东西 那我要怎么去放这个资料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起一个什么 起一个while回圈 那这个while回圈 我刚刚提过啦 直到它是-1为止 就跳离回圈 所以后面的话呢 是while 刮壶里面 我就放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说 当它 直到它输入-1才跳离回圈 所以 我们 这个条件的话呢 就是当那个is go 就是输入的那个词 它不等于-1的意思 不等于-1的意思 OK 不等于 这个是不等于-1 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输入的 假设它输入不是-1 那就继续让它输入 可是当它如果输入-1的话 那就跳离这个回圈了 所以特别主要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在条件上面 你可以多增加这样 或者说你也可以用之前 坏有e帽 坏有e帽就是 反正你又一直进去 但是如果你写成那个 画有e帽号的话 那你恐怕就要在底下 加1幅的逻辑判断 如果 它输入那个 ins go 等于-1的话 那你就break也可以啦 不过看起来好像 写这样子会比较简单 因为直接就在这边 写一个逻辑判断嘛 就相对的这样 所以呢 程式的写法 总 其实蛮多的 没有所谓标准答案 但是只是说呢 你 你懂的那个哈 一些方法写写的话呢 你会发现写的比较简 简简啦 所以像我的习惯也是会 写完程式之后呢 能够再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程式 感觉上更简简 所以尽量做到就是 程式哈 行数那个越短越好 不过他也不及其次 只是追求那个 行数多少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 请那个 哎 使用者输入成绩 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ins go 所以这边ins go 这个变数啊 我上面已经有宣告了 它会是一个整数 ok 当然如果未来呢 你假如要让他输入 有小数点的话 你可以输入0.0 他就浮点0 浮点数了 ok 如果是0的话 那就是整数 如果是0.0的话呢 那就是可以输入小数点 好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底下呢 我们就是让他输入 哎 input 请输入他的成绩 所以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请输入成绩嘛 那我输入89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直接输入完之后 是89的字串 前面一直强调 那如果说你要丢到这边存的话 因为他里面是一个0.0 0的话是整数 所以呢 我就把它转 转换他的形态叫int 那当然你也可以这边 假设你要改成辅点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打float 如果你用int的话 假设他有小数点 就自动把小数点去掉 那就不对了 如果说你会有一个辅点的话 那你就用那个 用那个float的函数 这个float函数把它做转换 或者是另外一个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不管的话 你用那个eValue也可以 所以eValue其实也还蛮 反正不管他是有小数点没 他只是把那个前后的双印号拿掉 这也OK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不过如果说这边呢 假如你什么都可以 就是有小数点没小数点都有的话 那你记得这边就0.0 OK 然后小数点 那接下来的话 他输入完毕之后做什么 我要把它放到那个scope里面 那怎么放进去 就关键来了 OK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输入 假设我输入89 然后呢 他输入进来之后呢 本来input是有双印号的 经过eValue把这个拿掉了 OK 那就89 89放进来之后的话 那我要怎么把它放scope里面 特别注意哦 刚刚我特别特别特别强调 这个题目最最重要的哦 其实就是下面这一行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scope 你把它点下去啦 其实啊 这边有个append 他append的就是 要不要把资料放进去 要OK 那我们就把资料放 那放什么资料呢 就放那个刚刚那个scope 所以你就这个地方的话 就append scope 把那个89分帮我放到里面来 OK 好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在scope里面呢 他本来的状态是这样子 中刮虎 这个时候呢 如果89放进去 他就变89 OK 然后中刮虎 那如果说呢 再一次 诶 输入85分的话 他就变成这样 89 豆点 85 OK 然后依实类推啦 就一直往下加 往下加 所以这个list里面呢 就会起了变化 append的就是把资料放进去 那这个感觉其实跟 如果你用那个ecell来联想 蛮像的 ecell反正就是 要不就你往 往重的方向放 要不然你往横的方向放 也可以 概念上基本上都是一样 append 所以这边注意哦 可能同学比较会有 这个 不 比较 会出错的应该就append 这个append前面比较没讲 今天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append他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要做什么 我要去记 把他让他一直跑把把把把 然后呢底下的话呢 让他一直跑完 所以这一段呢 基本上就让他输入成绩 那输入成绩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 等他全部输入负一之后 那他就跳里回圈 跳里回圈之后的话 里面的话分别就放这四个成绩 加一个负一 所以呢 这个串列里面呢 有五个东西 那我要算出他的那个 总共有几个学生的话 底下就print print什么呢 总共有几个学生 不过这个怎么去算里面的长度 那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string 在那个scope外面呢 包一个那个LEN 就是算里面总共有几个 给他回来的话 假设他我们输入有五个东西 包含负一的话 那记得 总共当然就是四个学生 我想要减一了 因为最后有个负一 所以这个总共有几个学生的话 那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那个我们的LEN 这个值放到里面 并且把它减一 减一的话就是因为多一个负一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班的总成绩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那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利用什么来 这个地方怎么样输出成绩 要不就是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全部加 然后呢 记得最后这个不要加 或者是说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用散盘数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先到这里好了 那底下的话可以想想看 怎么算出它的总分 跟怎么算出它的平均